难道现在23号新增巴黎本土个案 附近居民超级担忧 其中5例都是草屯东方红时尚会馆的员工 担心这个传播链成为大破口 草屯镇宫所连续两天进行全面大消毒 会增加这么多案例 竟然是因为来自万华的两位小姐 到草屯东方红扬升会馆工作 结果两人确诊 传染给其他5名女员工 县远检赤盛除了呼吁全民同心防疫共渡难关 也建言相关单位针对不肖业者暗中营业 一斤查获务必重诚重罚 扫群聚 从我们的口罩是在挂护 是想要快点 尽量在家里休息 我也特别要求 我们卫生局长 从我们这些很多养生会馆 KTV这种人是不是有很多 座带的杂姻这都要要求 我们这些负责人 从他们这里的服务生 这些人员以来做筛检 来做过滤 保护到我们村民南岛管民的安全 这最要紧而已 县府也公布了确诊者的逐机 呼吁5月8号到5月16日 曾经到过这家会馆消费的民众 赶快出来筛检 县远蔡明轩请民众 尽量都待在家里 曾经与个案主机重叠的民众 请务必进行14天 自主健康管理 若身体不适 尽处就医 现在这边也是要 希望我们这几天 如果有到我们报导的地方 有出路的话 大家一定要做好居家管理 如果有任何的症状 一定要赶快通报我们的卫生局 或是我们相关单位 来做一个处理 也希望大家 没事尽量就是待在家 减少外出 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在家里 如果觉得有疑虑的地方 一定要做好手部的一个消毒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就跟我们的县政府 或是我们公所 来做一个电话的一个 一个询问的动作 县府卫生局 呼吁5月8号到16日 曾经有前往东方红时尚会馆 吉山商桥福桥屯店消费者 请进行14天自我健康检测 如有发烧上呼吸道腹泻 嗅味觉异常等症状或其他不适症状 应该配戴口罩 建树至本县6家指定裁检医院就医 并通报南投县政府卫生局 记者洪一伦桥屯采访报道